耶! Kondo-san 从前从前 发明家小杨正在制作他最新的发明 他一边做 一边跟某个人在说话 没错 很快就完成了 等我一下 当然会成功 这个机器可以在三秒内把任何东西缩小 就在这个时候 野狼手里拿着三颗鸡蛋 开心地经过实验室 好开心拿到这些鸡蛋 真希望每天都能这样 就可以每天都有鸡蛋可以吃 你准备好了吗 他在跟谁说话 好 开始倒数吧 三 二 一 哦 哇 小瓢虫 现在我们一样大了 原来这几天 发明家小杨都在调整他发明的缩小机 太好了 这样你就可以加入宠宠科学博览会了 哇 野狼看到眼前的一切 想到一个狡猾的计划 刚刚那个是缩小机吗 虽然不可以把蛋放大 但如果我可以把自己缩小 一个蛋就足够我吃一个星期 甚至一个月 我好聪明啊 这样不够 再一点 再一点 就是这样子 我开始变小了 好的 成功了 一起把我们的发明作品带去科学博览会吧 发明家小杨在分配的桌子上放好发明作品 接着跟小瓢虫一起逛博览会 这真是我一生最美好的一天 快看这是飞天滑板 小瓢虫 你看那里 他们帮受伤的蜜蜂 做了机器去吧 好厉害哦 还有人发明了 雷射枪 这很有杀伤力吧 什么杀伤力 这是谁的作品 好像是一只毛毛虫 毛毛虫吗 可是毛毛虫都笨手笨脚的 笨手笨脚 真的吗 我什么时候尿了 不 机器吃饭坏了 糟糕 飞天滑板也坏了 不 我们的作品 这个时候 肚子饿的野狼正开心地在食物区闲晃 怎么啦 快跑啊 我们得赶快逃出这个树洞才行 不 不可以 我绝对不会放弃这些食物的 野狼你好快 这会变回原本大小啊 要是不赶快离开的话 你就会被卡在树洞里的 不会的 我不会有事 大家都离开树洞之后 他们听见一阵爆炸声 糟了 我卡在树洞里了 食物也全都不见了 救救我 从前从前 一早农场就传来好大的尖叫声 我的鸡蛋 我的鸡蛋 发明家小羊听到尖叫声 马上跑向鸡舍 他吓了一跳 所有鸡蛋都不见了 还被换成各色的彩球 我们一定要好好教训野狼 发明家小羊看了看四周 鸡舍的门没有被破坏的痕迹 而其他东西也没有不见 你们怎么会认为是野狼做的呢 除了他还会有谁 你们先离开好了 我要仔细检查鸡舍 发明家小羊拿出放大镜 仔细检查鸡舍 发明家小羊找到几滴颜料 几个提印 还有铁丝网上的布 犯人不是野狼 发明家小羊告诉母鸡们 他的发现 母鸡们非常惊讶 我需要一点时间 确保我的发现没错 我会好好检查线索 我会找回你们的鸡蛋的 就在这个时候 不知情的野狼 溜进鸡舍偷鸡蛋 他躲在甘草后面 不把彩球当作鸡蛋 一颗颗地收了起来 野狼 你在这里做什么 如果让母鸡发现你在这里 你就糟糕了 赶快走吧 野狼不打算听 发明家小羊的话 这时母鸡们走进鸡舍 看到野狼正在偷彩球 他们非常生气 为什么要把我抱起来 救命啊 就在母鸡们准备要惩罚野狼时 发明家小羊阻止了他们 救手 他不是犯人 他不是吗 我不是吧 我是他 拿走鸡蛋的是 石毛小羊 鸡舍里 有提音 有提音 一小块布 还有几滴颜料 这些线索都指向他 大家感到非常讶异 他们决定去找石毛小羊 拿走鸡蛋的果然是他 但他是为了装饰鸡蛋 给母鸡们一个惊喜 并庆祝母鸡日 我以为我可以赶在早上之前弄好 很抱歉我吓了你们一跳 我很担心会把蛋压破 所以完全没注意到时间 那我拿的是什么 空蛋壳吗 祝你们母鸡日快乐 小姐们 你怎么还敢待在这里 姐妹们攻击他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